对 不是带手 只是一面之交 该好吧 来 康进 姜华姐来了 我昨天回家呀 看见你快递过来的按摩店了 就是我妈要的那种 是吗 我得把钱给你 别别别 姜华姐 提前不就见外了吗 是这么回事 我一个朋友啊 从美国回来 就给我带了这么一个按摩店 我呢 那也忙 也没时间用不是 就送给他 这不正好吗 两全其美 是吧 物尽其用 我也省心了 那谢谢啊 别写别写 慢点啊 谁送你按摩店的 是不是你自己花钱买的 敢情投资嘛 对吧 投资什么呀 那个按摩店要一千多块呢 不是不是 你别喊别喊别喊别让人听见 我还你的警察费还没有着落呢 我知道我知道 我努力啊 努力什么呀 你拿什么生孩子 拿什么养孩子 你喝西北风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小的声别让人听见啊 咱们得知道有舍财有德吗 对不对 这舍小钱吗 对不对 等我以后当了所监 还不把这些衣衣都给他收回来 哎哎哎哎 康总你这是怎么了 他这个 椅子坏了 帮他修一下 好了啊 哦 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我早就发现你俩有问题了 不是 小罗啊 别闹 上班呢 神经病吧你是 你看燕子 都紧张了 你你继续为工作啊 你放心 傅总监 我谁也没说 不是 我有事跟你说 好好好 哎哎 小罗啊 你不能 我在那儿看你的股票了啊 啊 什 什么股票呀 别装了我都看见了 在你那儿电脑袋 看大盘子吧 不是 总监我那我我我那 没事 我主要你得注意 伤夺副总监 刚上任 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 你看 哪天在拿你杀一星外 多不好啊 是 那个 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 总监你别介意啊 哪儿的话 知道知道 好好工作吧 好好好 多注意 那我去了啊 去吧 好 谢谢各位 今儿个呀 到蓝色的第一天 我的话呀就讲到这儿 免得今后大家伙说我 这谭玉涛这小子 只会讲大话 不会干实事 同时呢 我也希望咱们大家共同努力 共建蓝色美好家园 好 散会 哎 优优 哎 这人也太不康复了 明知道星期天要结婚 怎么到现在还玩失踪啊 月董 这么长时间没见 真的很想你 团总 现在是故座时间 月董 你知道吗 我来蓝色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你 这是您的私事 我没有兴趣知道 月董 月董 对不起 你管了呢 月董 看来你还是蛮在意她 你这样做毫无意义 月董 我知道你说了委屈 相信我一定帮你争取机会 机会 我会凭我自己的能力去争取 如果你真对我好 请对我像其他同事一事同仁 否则的话我马上辞职 离开蓝色 月董 来 两位副总监 上次开会大家提出的几个方案 我已经整理了一下 都已经发到你们邮箱里了 是这样 就这个事呢 我有心的看法 康副总监说要办一场公益活动 我很赞同 并且呢咱们要马上执行 最近这个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呢 在媒体上吵得特别火 所以在这个时候 咱们公司要办一场公益活动 既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而且还能体现出咱们公司的责任感来 我认为是个一举两得的好事 大家认为呢 对 我也认为康副总监 一直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说的是活动又不是个人 我这是对事不对人 好了 按照先例来说 应该是要请示谭总 谭总肯定会同意的 今天呢 我去加班 做个方案出来 明天就落实 太草率了吧 银河社会热点固然是好事 但就目前公司的情况 做公益活动没有多大意义 你由我上次说过了 我认为大家都很赞同我这想法 咱们还是执行吧 好吗 行 差点忘了 你是副总监吗 去忙iges 干购 JS 对 我知道 我会尽快还的啊 我不只打磨了一招吗 好的 再见 你 又燕子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吧 免去李月彤总监 今天所有职务 定日查看 你那么有勇气 你怎么不去面对啊 抗奸 不是带手 只是一遍之间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算了算了 心又不顺了吧 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案 你看看不 怎么得到专家的指导这么困难呢 你还需要听我的意见吗 特别需要 我没看出来了 你现在不得了了 容身了副总监 多威风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我不看你肯定后悔 为什么 我现在正在实施一个计划 能把泄密那个贼给他抓出来 什么计划 说来听听 我怀疑是康介 你有证据吗 哎呀 现在是怀疑阶段 我还需要 验证一下 怎么验证 我电脑那个方案呢 他如果是泄密那个人 他不可能干一次就搜索了 他还会来 所以呢我电脑那个方案就是个很好的一会儿 就等着他上钩 你也太自信了吧 就算莲花公司拿到了那个方案 人家未必 会采纳呀 哎呀太瞧不起我了 虽然说呢我当总监没什么经验 但是干策划 你应该相信我的实力 还有个特别小的事啊 今天下午找顺陪陪 正好呢 孙陪陪老公就是莲花公司那个人 我们刚开始聊得特别好 当聊到康介的时候 他指指舞 避而不谈 哎呀我就觉得奇了怪了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 你今天去找孙陪陪了 你今天去找孙陪陪了 你们那么多干吗 啊 哎行了行了就停这儿吧 是行吗 行以后再遇到同事了 银行贷款 妇产检查费 我真的要崩溃了 老公 这孩子咱们不能要 你别总说真话行不行 我来想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 我又不能让你去冒险 那怎么办 你又把孩子打掉了 我也不想 可他来的不是时候 爸看病需要钱 房贷 车贷 压力又那么大 行 我知道了 我最想办法了 老婆 你得相信我 我也得过成功了 我不会让你跟我孩子 说我什么事 银行那边打电话说 如果到期还还不上钱 他们就会走律师函程序 就会在信用记录上 留下不良记录 如果到期还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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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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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办法了 那你就在这儿瞎吧 嗯 你还有我心吗 没事 我当然 行 行 这活动主题没有确认 这方案就错了 动作够快的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拿来给您先看一看 嗯 不过我觉得还是先确定点活动主题吧 咱们推广部可以随时开这个讨论会 就看您的时间 嗯 嗯 张多呀 跟你说句编外的话 作为男人 都喜欢迎接挑战 目前 我们都面临一个挑战 没太懂 我只阅读 我只阅读 我很尊重他的选择 那你的选择呢 他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啊 够爷们 好 好 那你先去吧 康子 这是最新的刺法 您看看 谭总怎么说 现在 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确定一下活动内容 如果再耽误下去 我生怕就过了这个 最热点那个时期 张多呀 你这 是个推广稿 又不是新闻稿 哪有那么多事要行 你着什么急啊 我能不着急吗 这是用我毕生经历啊 做了这么一个方案 里面全都是我的兴趣 哎呀 如果谭总不用 那不就是废一堆论吗 好好好 这个 不会的不会的 再争取争取 别着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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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r 燕子 没事吧 最近看你身体不好老恶心啊 没事 胃饼胃不舒服 老毛病 胃饼 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可能是最近没吃好 注意身体啊 多喝点热水 你忙你的 嗯 停 你这样快给我发来 不行 没事 你这样放肤一下 太高了 放肤不痛 你睁开眼睛 往前看 不行 快放 我还你睁开 不要我下去 快点给我发点 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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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干嘛 快放啊 不行 不行 教练 不行了 我紧张 放松一下 没有问题 你一定能上去 教练 我不 我恐怕 我恐怕 你只要记住一个技巧 三点无垫 一点移动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 我现在一路地儿我就记住了 三点过丢 你得一路 对啊 对 一上就完呢 一上就完呢 我 我 我恐怕扔啊 那你看看 不行 咱们就算了吧 就 就算算了 就这样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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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试试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给我顿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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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你是不是笑话我呢 没有 我给你补劲呢 加油 谢谢 加油 很好啊 走 这对 甩住啊 拽住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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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翻了 怎么 脚快了 脚快了 快快快啊 等一下啊 来 脚快了 慢 慢 慢 你那个点也太小了 一踩就突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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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丁菜 喂 你死哪儿去了 中午饭呢 那个 你自己在家吃点好吃的行吗 我 我脚崴了 但你放心 不会残疾的 不用太惦记我啊 讨厌 喂 喂 喜欢干涮 我 你 给我 有点乱 快逃 还少了 我 怎么能ів 昨天不太晚了 你都要上班了 先见过了 你 吃点了啊 我先吃了啊 你 你 我要上班了 喂 哎 月桶 我是谭雨涛啊 不知道今天晚上 能不能赏脸一起吃个饭呀 我今天晚上有约了 没关系没关系 那咱们改天了 好 拜拜 师傅 跟着前面辆车 对 好 随我慢点 走 走 安着 一会儿你先回去 你呢 我有点事 去见一朋友 我一会儿就回家 老公 我们必须这样吗 什么 我们到北京来打拼 不是为了出卖自己 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回老家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们现在能有这种生活容易吗 你怀孕了 你不要总胡思乱想好不好 我就是想为孩子积点德 每个人走向成功的道路都不同 我选择的这条路 就算是千夫指万人嫌 我也要把它走下去 老公 跟我回老家好不好 现在还回得去了 怎么就回不去 总比在这些 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啊 看你怎么想啊 职场的商战 本来就不是莫名磊落的 我算什么 我做的这些又算什么 比这更黑暗更龌龊的勾当 有的事 凭什么我就要受到良心的谴责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停车 我让你停车 马上 你怎么听说 你怎么听说 他还不信心的谷判 找人 你不信心判一切 判断 你重 illness 他为人家 在那段时间 每个人都想要 要那些语言 你怎么 tida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大夫 陈燕怎么样 你是陈燕家属 是 她现在确诊是宫外孕 需要马上做保留输卵管的手术 你去到住院处办一下住院手续 宫外孕 小伙子不要冷了 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去吧 宫外孕 你说你财政人们弄得那么紧张呢 房子车子都要还贷款 我爸有病了 一个月治疗费就得七八千 再加上燕子 燕子来自 小伙子 你应该陪她吧 我不知道啊 我真混蛋 我早该想到 她跟我说了好几次 我生孩子又是一笔钱 可我现在 差点害得她连命都没保住 长朵 我求你 我跟燕子的事 千万别让同事知道 你的答案我会报的 好吗 报什么报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放心吧啊 你和燕子 是夫妻这事 我还真不知道 为了瞒这件事 燕子受了多少委屈啊 最开始 为了保住工作 还做过一次任由 后来 为了家 为了我 前前后后一共做过四次 为了不耽误工作 每次做完手术都是第二天就去上班 我只不混了 够混的呀 缘子 缘子 颜子 颜子 大夫 她怎么样了 她的手术很成功 但她的身体很虚弱 需要多注意休息 大夫 我以后还能生宝宝吗 放心吧 你的输卵管保住了 将来生宝宝不会有问题的 老公 我对不起你 别说了 是我对不起你 老公 好 没事了 你是她丈夫要多关心她 好 谢谢大夫 康健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这边有事不打电话 张总 谢谢你 做到什么时候来这么客气 把眼睛照顾好 张总 我 求求你了 我们俩的事 一定要替我们保密 颜子 这件事啊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照顾把病养好 康健 我走了 好 大家的报告呢 我都看了 大家的方案 我也清楚的了解了 开门见山的讲吧 我同意李月彤的方案 虽然康健提出的方案 看起来非常完善 而且还附加了一份 质量不错的执行报告 但是对于一个创造性 发展性的公司来讲 不应该重获 特别是在短期内做重复工作 就更没有挑战性 基于此 我认为李月彤的方案 最出类拔萃 所以呢 我投李月彤一票 大家有什么意见 畅所欲言 我没什么问题 只要这个历史回顾展 对公司有利 我都可以全力配合 嗯 我也觉得做历史回顾好 嗯 好 那张总呢 好 好 既然大家 都没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 既然这个活动 由李月彤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方案 就由李月彤来主持怎么样 可是 醒讲 我是说 嗯 月彤姐现在是一个 普通员工的身份 由普通员工来主持 这么大型的活动 公司好像没有这样的先例 普通员工 她是普通员工吗 只是暂时是普通员工而已 再说了 李月彤的能力普通不普通 我想在座的各位 比我心里更清楚吧 嗯 好了 如果大家再没有其他意见的话 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了 由李月彤来主持 散会 来 谭总 你能不能收敛一点 这样我怎么和大家相处呢 月彤 我想你是误会了 今天我选择你的观点 我并没有丝毫骗探之心 一切站在公司的角度上 站在全局的观点上考虑的 你想 一个企业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发现人才 适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对一个管理者来讲 更要做到认认为贤 如果你是金子 任何人不能阻挡你发出耀眼的光芒 月彤 我希望你能够专心致志 精心地出色地完成任务 不要想太多 可是 不要再说了 你的方案的的确确是最好的 我这么做 于公于私都很公平 你不能让我为了显得公平 而故意装糊涂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做不到 这情况有点不对呀 什么 我好像算错卦了 我一直以为 这新总监的人选 是从他们俩当中产生的 现在看来 人算不如天算哪 你说李月彤啊 我说孔丽 你以为她走了 你就能少个情敌 也就是咱俩这关系我跟你说 你呀 趁早别做梦了 我这双火眼金睛看得是最准的了 人家张独根本就没看上你 你没戏 发不发你 你看你又生气了 彤丽 我觉得啊 就你这个条件 这完全可以找更好的呀 你觉得我怎么样 这是什么 这不是咱们的主题吗 这不是咱们的主题吗 对呀 和张独斯总监的发 简直是相差无敌啊 是吗 是吗 真的差不多 肯定是有人泄密的 真是这样 他们也太美丽了 张独哥 你觉得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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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今天就来了 对呀 是 燕子 燕子来了 这次感冒怎么这么严重啊 都已一礼拜没见你了 我也没想到 现在好吧 在看什么呢 燕子你还不知道吧 咱们公司的方案 又让莲华公司给拿走了 幸好这一次不是公益主题 要不然咱们又该被动了 是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啊 要是被我抓了他 我揍他一顿不可 的确是太狂了 康姐 我听说 我认为莲华公司 盗用咱们的方案 推出的活动接二连散 影响也不小 但我相信这是暂时的 大家千万不要回心 咱们公司既然办那个 历史回顾展 那么从今天开始 咱们各部门都要齐心协力 要把这事做好 千万不能输给他们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信心吗 有 大点事 那么好 那从今天开始这事 就交给李月团 加油 康姐 你来一下 一定要好好尝一尝 到底是谁干的呀 肯定是有内鬼呗 这 这总是要尝一尝 到底是谁干的呀 到底是谁干的呀 康姐 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尝尝音 有什么事 我心里装不住 所以呢 我必须得说出来 你不介意吧 那好 我问你 你既然是咱们蓝色的一员 为什么要把咱们公司的秘密 透露给莲花公司 还有 燕子流产那事 我那天赶上 绝对不是偶尔 你跟踪我 你跟那个姓许的在一起 反正特别奇怪 这次的方案 也完全是个诱饵 但是你上钢 那你还等谁呀 你去举报我呀 去告发我呀 好 我希望你平静一些 刚开始我的确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我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那么去做 理由是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到这个城市来了 我要有自己的房子 我要有个住处的 我每天都很努力 我很辛苦 只希望我能过上 比其他人好的日子 可现实呢 现实是这样吗 我每个月一睁眼 我就欠银行一万 每个月还没到还款的日子 我就觉得我自己 像一条狗一样的 可你在哪儿的内心 内心是他们干什么 他们好吃懒做 然后还要嘲笑你说你 口口嘟嘟的 重新纪律的 你觉得 你能甘心吗 同样是人 谁也没比谁多一个脑袋 凭什么他们 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就得 每天辛辛苦苦 你觉得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 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什么公平也不公平 就看怎么去想 对吧 对吧 对吧